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显提醒户外活动 从礼拜天的晚上开始就要留意了 而且同时封面通过之后 还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冷气团南下 目前看来接下来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冷气团会一波接着一波 而且强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冷 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目前看来下个礼拜 可能通通都会受到冷气团影响 目前看来这个低温的谷底的时间点 大约就是在下个礼拜五左右 低温在台南以北有机会来到湿度左右 所以提醒您可能户外活动 千万不能小看这样的低温 因为通常湿冷的天气 会比这个体感温度还会再降个两三度左右 千万要预防做好这个防寒的准备了 而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最近这次天气 这么的稳定 主要原因呢 东北风很弱 还有冷空气也不强 对于台湾来讲 算是非常难得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建议您赶快把握这样的天气 持续到礼拜天的上午 接下来到礼拜天中午开始 北方的风便就会逐渐的接近台湾了 目前看来到礼拜天的晚上 全台湾各地都会陆续 由北往南开始下雨 所以提醒您务必要留意 因为目前看来容易下雨的天气 就从礼拜天的晚上 一连续一个礼拜的时间 特别这一波的雨势 其实不是只有北部东北部 甚至在中南部地区 到了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 都会有雨的情况 而后续呢 持续都会是有一些水气带 不断的通过台湾上高 而且冷空气不断的补充 所以目前看来在台湾 最近这几天的降雨 目前看来呢 礼拜六算是 还是跟过去几天的差不多 但是提到了 刚刚提到 从礼拜天的中午过后 就会受到封面的影响之下 可能由北往南陆续开始下雨 而且持续到下个礼拜三 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会是又湿又嫩的天气当中度过 目前看来低温可能要 后续要特别留意了 而接下来呢 虽然说在这几天 还是持续比较温暖的天气 尤其在今天晚上 各地跟期间前的差不多 低温普遍还是来到 14到16度左右 到了礼拜六白天呢 各地的高温还是有机会 来到20到25度左右 算是比较舒服的好天气 建议你可以好好把握 多去户外去走一走 或者是晒洗衣服 都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接下来 到了礼拜天的晚上开始 随着封面通过台湾之后 冷空气会跟着往南推 目前看来时间点 降温的时间点 从下个礼拜一 会有第一波的降温 到了下个礼拜三 还会有第二波的降温 持续的往南补充 甚至接下来到了下个礼拜五 还会有更强的一波冷空气 所以整天来说 未来一周会是有一波 接着一波的冷空气 陆续往台湾这边往南推 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 可能就要关注这个气温 还有下雨的转变了 目前看来可能真的要回温 就要等到下个下个礼拜了 目前看来下下个周末呢 还有机会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三卡 我们下次再见咯